紀錄片的導演齊柏林跟她的祖室陳冠祺 這個國別是今天起床 齊柏林的好聲音表示 會計算她爸爸的情形 繼續幫助台灣 加上我們要在七月十六號 來基盤對所有的議問教會 在中午啊 想手放在鄉親的姿態 看到紀錄片導演齊柏林的這種想法 跟她的國別的國外人事就不敢 她好心齊廷環在第四時說 會團醒老伯精神 最主老司 告有一代繼續祝福台灣 我一直告訴自己說這是一場夢 有一天就會醒來 可是這場夢太真實了 到現在也醒不來 我認為我跟我爸爸做的事情 都是在幫助台灣 這過程中 我自然會繼承我爸爸的理念精神 曾總統媽引起 有跟胡林九比青也來到現場第一 九比青更加是他 擁抱風雪來溫暖一期 立法載看見台灣來的現場的 就要無念真共 他才會覺得很意外 因為七波林的認真 讓台灣的問題沒看到 他在幾岸都很難 那他很認真地做了一部電影 讓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去看到台灣的哀愁 那我覺得我們活著的人 如果有可能就繼續愛護這個島嶼吧 我想誰也取代不了他吧 因為他對台灣的熟悉跟他太熟悉了 每個河川 每個山脈他都知道 原來是共無關的七波林 放棄了存三年以後退休的生化 用各種稍微粒子 專得用空氣的風雪 記錄台灣多數的美麗跟愛情 搖晃去各界對土地保有疑度的重視 綜藝亞白完成的七波林 會存在金布山橫区 李家修會在七個十六號 各辦對蘇陰給火 讓民眾有機會送他最後一頂 記者綜合報道